再來重踩油門 像在開小鴨一樣 聲音超大但速度還好 行車記錄器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師退車LBX來了 當初我們也算是小小的被割了小韭菜 你知道是哪個部分 車評上片的部分 我們本來先定先贏 一定要搶在車評之前拿到車上片 結果發現人家早就拍完 我們什麼身分地位 跟人家搶 跟人家比快 結果最後我們就慢慢來了 等過完年再說了 車展是136萬 後來公佈售價之後是減了3萬 133萬 我們133萬是Active Plus 下面還有一個Active等級是129.9 當初是133跟136 Cool 143 在上面就Relax 143 Cool跟Relax是同時的 配備上面外觀設定有點不一樣 記得一個是比較運動化的設定 一個是比較豪華的設定 最頂級的就Relax Plus 它售價是169萬 好不好 那這個詳細的規格跟配備的差異 那反正車評都上片 你們就去看他們就好 我們就單純來看一下 我開了一桶油的心得 有什麼我覺得還不錯 有什麼覺得有點落賽的地方 好我們就利用這一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外觀看起來呢 滿大氣的喔 比想像中的還要大氣 那很多人都說這個UX 它跟UX其實是差不多的 都大概小一點點而已 沒有小很多 都大概比這個UX大概小個幾公分這樣 不要再講X了好不好 你們這一些拍影片的 說X不好嗎 講X聽起來很low 有這個留言對不對 我忽然想到 X怎樣 不是啦 這個約定俗成嘛 不要再講牛仔褲 講牛子褲這樣好不好 這個去買衣服 不好意思給我來一個XL這樣 X嘛 有些人會講X 如果你要三個XL 就XXXXL 好不好我們還是習慣了 我們就講X了好不好 因為三個硬解跟一個硬解差很多 好不好這個叫做什麼 約定俗成 還是叫什麼 口語 口語 不過也會啊 有些新流行的口語化 我剛開始聽也是聽得有點倒閉 你知道嗎 你唱極小我唱三小 唱三小 呵呵呵呵 啊你要確呢 確三小啦 確診還是確定 是確什麼 所以 我跟你講我們那個世代 我們的上一輩也是這樣看我們 你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代在更迭嘛 我跟你講不要再上錯字 更迭你查一下 留言 字幕魔人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要把字幕達人啊 大家體諒一下 這個人難免有錯嘛 一個禮拜要上這麼多支片 每個人都撿到死去活來 講難聽一點 這些撿片都領老闆薪水的 錯一個字 他的薪水不會有什麼影響 全對老闆也不會稱讚我啊 所以這個見諒啦 好不好 反正我們就講X啦 約定俗成 口語化 UX呢室內空間稍大 但後行李箱稍小 然後這個LBX 他就是在這個室內的空間 就表現比較差一點 但後車廂空間 明顯的就比UX 大了一些 UX標準行李箱的容量是368L 但LBX有402L 所以多了大概將近 40幾公升 的行李箱容量 但是你看喔 UX輕倒以後啊 可以到1043公升 那LBX就算輕倒了也只有994 所以這樣很明顯就可以看出 UX它有很大量的位置 是坐在室內空間去的 一輕倒空間就出來了 好不好 看一下外型吧 來這個頭燈 有點像86吧 上一代86 我的感覺是蠻像上一代的86 然後這個就是最新款的 紡錘型的水箱護照 這個有名字喔 UNIFUX SPINDO 立體紡錘造型設計語彙 等一下你笑什麼 沒有 SPINDO很難聽 SPINDO的啊 SPINDO啊 我跟你講 我一直在英文朗誦 前效第二名 你相信嗎 我現在講話變台灣國語 你信嗎 好 再來 它的車頭的部分呢 除了 你知道紡錘 紡錘的由來嗎 你知道以前Toyota是紡織廠嗎 是喔 我不知道 去看領導者們日據 謝謝 所以這個紡錘對他們來講是有意義的 對我們來講是 還好 不是啦 之前那個比較好看 這個現在弄起來有點像什麼 廚師機 刮斧刀 反正就類似 不是什麼正常的東西 就對了 然後呢 它已經沒有水箱護照 這個應該比較接近是下氣吧 水箱護照正常來講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那它已經把它改成了一個銀色的飾條 跟中間其實這個 也有一個小小的鋼琴烤漆的飾條 但是呢 這邊不通風喔 所以它所有的通風都在這裡 但是它其實擋了蠻多地方 內鐵的地方它要擋住 左右側呢 是這個霧燈 邊框呢 也有這個灰色的烤漆 那最下方就是這個塑膠的原色 前雷達在大排的兩側各有一顆 另外的兩顆坐在大燈的下方 它這一次呢 我們這個等級搭配的是18吋的鋁圈 輪胎皮的尺寸是2255-18 有一個小小的防刮材質的輪壺 側裙也是一樣 防刮材質向後 有加後的延伸 感覺有點像 Toyota好像有一段時間 有一個世代都喜歡做 前面比較細 後面漸漸放大的 反刮材質 CHR 對不對 也是前面細 後面放大 那側邊呢 兩條折線 一條從葉子板延伸到後門的前端 一條是從前門延伸到後門 有兩個折線 但這個折線呢 在這一邊 站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這個地方看似不協調的 這一條線加這一條線加這一條後門 再到這個後屁股的線 三條線造成這邊的光線 很不平均很亂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幾個點 就是它改了這個 按壓式的門把 它的門把並不是拉動這整根 這根是拉不動的 它裡面是有按鈕 所以是用按鈕按下去 開門 盲點 坐在外面的鏡子上 屁股完全就是暴力壓的翻版 這個後燈 基本上 暴力壓沒有連接 對不對 暴力壓飾板連接 但是它沒有燈條 所以這就是改燈條的暴力壓 類似這種感覺 原廠的鏡頭坐在這邊 這個是本來台灣家的 看起來像外改 這看起來不像原廠 好不好 有人會解答 後面呢 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尾翼 就很一般 我覺得這個燈 反正我就說大家現在都習慣後面一條 一條比較帥 來你看 裡面一樣有飾板包覆 但是我講了 我們那時候在講Aztra的時候 Aztra就是包到底 所以像這個就是我講的 你會看到很多螺絲對不對 看到很多烤漆 這就是差異性 那我們那時候看Aztra全部都包到底 打開幾乎讓你看不到烤漆鍵 板子 不錯 它這板子是厚的 板子是厚的 那可以折 但是有點軟 你看 但是它本身是滿厚 已經感覺比較不像紙板了 可能是木板 但是也是偏軟 它一旦距離長 它就是偏軟 這個久了不知道會不會沉下來 後車廂的空間就稍微大了 下面就是一個拖車勾 補胎器 打氣機 我把後面的椅子踏去看看 不平 完全不平 斷差非常大 很高耶 這斷差有10公分以上 裡面才重點 這台車的槽點都在裡面 槽點你知道是哪個槽嗎 吐槽的槽 首先這台車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我覺得這台車應該是前座友好 你看它前門開關對不對 關門的聲音我給大家聽一下 蠻紮實的喔 Lacers原本差不多水準 而且門的重量感 也是Lacers的水準 你看後門 差太多了吧 聽得出來吧 聽得出來 很明顯 很明顯對不對 對啊 它那個catch的聲音好廉價 對 這個前後的感覺真的是有落差 你看這個後座這樣 我開車的這樣有悲劇嗎 所以等一下不准啦 等一下讓阿呆的位置讓大家看 好 看一下前面吧 喔 這聲我才聽幾次 我就 抖擋幾次 我買一台Lexus LBX 創得好像買一台壓力士 對不對 我這種感覺 車頭LBX 車尾壓力士 好 來門打開 門板呢 這個是軟質的塑膠 在中央扶手跟這邊都有一塊皮喔 車紅線的皮 它這次的開門呢 改成這個按鈕開門 所以外面也是按鈕 裡面也是按鈕 然後它有個機械的開門機制是這樣 沒電的時候用嗎 對 正常你就是按壓開門 那你如果真的沒電 它也是可以搬開的 等一下我再吐槽這個 這個手就是不好開 要習慣一下 前面的葉子板呢 一樣都有封上這個橡膠 而且是很厚的橡膠 它不是用保麗龍塞啊 有些一塊薄薄的塑膠糖板 它是從下道上 把整個葉子板的空隙都把它封起來 這Lasus原本就是這樣 Lasus原本就是 在Toyota為基礎之下 把所有的組裝跟用料都提升了一台車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包含這個 整個橡膠的質感 都會比較厚 而且比較軟 我們的Active Plus是 比起Cool 其實少了蠻多配備的 就是比如說電動尾門我們就沒有 電動椅我們也沒有 還有12.3吋的數位儀表 還有氣氛燈 還有抬頭顯示器 所以其實配備是有差的 那這個皮革呢 也是很安全的形式啦 黑皮椅 車上紅線 然後它雖然是手動的座椅 但還是有一個電動腰靠 我跟你講最驚豔的地方 來 這個方向盤我跟你講 我第一天摸到它的時候 驚為天人 開了那麼多的車種 新車舊車到現在 我沒有摸過一支方向盤 這麼柔軟這麼的滑順你知道嗎 就像少女的姊夫一樣 那你要摸一下 這很驚豔耶 超細的 摸起來你會有一種 哇幹 怎麼那麼滑 你知道嗎 好像軟軟的 很軟耶 對啊 我沒有摸過一支方向盤這麼舒服的 這個是 大大加分的地方 好我們先與其不論它有沒有平靶 有沒有打洞 有沒有車紅線 都沒有 但是它這個皮 觀眾朋友跟你講 你如果有在看這個車 你去現場摸一下這個皮 真的 哇 真的發生煩我 我每次開車我都忍不住 真的 這個皮革真的 它選這塊皮 真的是選的蠻屌的 但椅子就不是這個皮了 很神奇啊 它的皮就在這裡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是 Active Plus的版本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的螢幕呢 只有 喔這7吋 差那麼多吋 它5點多吋耶 對啊 這7吋嗎 這個7吋啊 它只切到這邊 我想說它看起來沒那麼小啊 什麼意思啊 它的螢幕 噢我看到了 這個不是 右邊這個不是 右邊這個是固定的 對 它裝的 它有讓它給朋友 它假裝它也是數位 其實它不是 所以其實它只有這麼小而已 除了這個 最驚豔的方向盤以外 我們來看它的中控台 你看這個很明顯 我們這邊沒有抬頭顯示器 這裡一個四蓋 這個都是軟直塑膠 然後這邊 中控台有一條這個皮革車紅線的修飾 這個都是皮革的 下方就是硬塑膠 所以你看它很習慣用這個做法 上面比較看得到的地方用軟塑膠 再來皮革 再來下面硬塑膠 有沒有它都這樣做 這邊門板跟這邊都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軟塑膠 我真的要吐槽一下 我真的覺得你可以把軟塑膠做得這麼像硬塑膠 你真的是太屌了 你懂因為這不是你每天會一直摸的地方嗎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要看起來是有那個質感的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軟塑膠真的做起來有點像硬塑膠 看起來就是 我覺得跟Yaris沒什麼差別 你如果不去摸的話 你摸你才知道它是軟的 但是你這樣看你就覺得 看Yaris差不多 感覺起來是這樣 對它出風口有這個 Nano X這個 這個是一個空氣清淨 然後中央安座的部分呢 一樣兩旁呢 有做上這個軟質的皮革 安座的下方也有做一個點驗器 然後有一個置物的空間 中央螢幕的下方呢 也有Type-C的充電孔 這邊好像是無線充電盤喔 然後中間前面有一個置杯架 加旁邊有一個類似放手機的地方 我跟你講 Toyota LASUS就是 杯架跟置物盒中央螢幕的 你論一台車裡面 要做杯架跟置物空間 沒有人做得贏它 那延伸到安座後面喔 有一個杯 有一個置物盒 置物盒是可以推的 有一個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是可以掀起來的 這個杯架可以往前推 但是我覺得 有點太小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往後推 那你就可以 像我這樣 然後這個 剛剛好 放我的水壺 所以這台車我日常生活開來蠻開心的 那置物價都夠多 所以服務太粗也可以放 好 那這個方向盤的按鈕 它是方形的小氣囊蓋 左邊呢 就有一些音響的操作 那右邊呢 就是這個 跟車系統的使用 那我有一個覺得開車蠻困擾的 就是 它的方向燈很小聲 我不知道在這邊受不受到 我把它拿近一點 它聲音很小聲 很小聲 對 現在是很安靜的狀況 你但凡車上只要開點音樂 也不用很大聲 小小聲的音樂 或者是風切聲稍微大一點 我常常忘記打回來 已經換完車道 它還在閃 我都不曉得 然後這第二個 我的視線 方向盤上遠 剛好擋住 方向燈 所以我這樣看是 沒有看到方向燈在閃 突然意識到 我雙黃燈還在閃 所以它這個聲音 有點小聲 置物盒我看一下 我還沒開過它置物盒 開度只有這樣而已喔 你看這個置物盒裡面 半點毛 半根毛都沒黏了 這什麼魚衣喔 背心 反光背心 有可能喔 有可能吧 反光背心 反光背心 一般不是都放在後面嗎 正常反光背心應該放在前面 來來看小師長姿勢 反光背心放前面 不然你還沒來得及穿 你就被撞死了 可是大家都放後面 要放前面啦 那是大家覺得難看 不想放前面 有沒有 真的耶 看小師長姿勢 江海是好的辣 好不好 反光背心要放在前面 跟大家分享 不然你路車會被撞死了 先穿好再下車 對啊先穿好再下車 三角警示牌 還沒來得及哪哪哪呢 你就Sayonara了耶 你不要像那個Tone S 連三角牌都放在前面 很屌 直接下車就拿一個三角牌在那邊走 當舉牌女郎 邊舉邊走 走到後方 150公尺處把牌放著 300公尺處把牌放著 300公尺處把牌放著 好 這很無知感耶 來 雖然它下來是有阻尼感的 有沒有 它關起來的聲音 真的就Toyota 關起來就是Toyota 它是硬塑膠 很輕 這質料很輕的塑膠 Toyota 當然啦製造一台車 走高級路線 它也要賺錢 所以它找到說 能把錢省在什麼地方 那我剛剛找的也許就是 它省錢的地方 好來 你從這邊拍 看一下這個門把 這個門把我覺得不順 如果說因為我腳比較長 我坐比較後面對不對 對我來講其實是順的 OK嗎 等一下阿呆你瞧到你的位置 但凡你只要 比如說後面有載人 好像副駕最容易發生這種狀況 因為它現在副駕是退到最後的 對 副駕有載人 你是不是要往前讓一些空間給後面的座 所以假設我現在讓空間 給後面的座的時候 對我來說就 要縮一下 對要縮了就不救手了 就沒那麼救手了 好大家習慣一下 剛開始因為大家都拉習慣了 拉二三十年的 你突然說改成用按的 其實百分之九十九的上這台車 按了一兩次都還是會忘記 我剛開始開的前三天吧 下車我們兩個都在找門把 不是那是一個習慣自然的動作 靠腰的動作 阿呆你來瞧一下你的位置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後面的空間 不要看我的 看我的真的 這台車不用賣了 我沒有害人家的意思 好不好 所以讓阿呆 阿呆你算幾公分 168 你確定 確定啊 老闆娘說他不像是你跟他一樣高 168 他168 為什麼要看起來平高 比例的關係吧 我腳短了 好吧 那你剛剛真的是又忘記大了 對 真的會忘記吧 他真的很小聲啦 一下子就融入背景裡面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他來的時候 這被我撕了一點點 他本來這裡有貼一個嗎 不知道是什麼QR code 不然是什麼條碼 結果我都看不到我幾度 我就一直扣 一直扣 一直扣 我想說要賣 這個車要賣 所以我捨不得把這張模式下來 它其實有張模式 字好大喔 北海道 這剛才老人機耶 對對對 它就駕駛輔助 預防碰撞 下車安全輔助是什麼東西 會亮燈 門把 門把是跟輔助系統有連接的 有這個東西 真的假的 E-Lake喔 電子式門把 因為它可以跟SEA 連不連駕 引擎發 連不連駕 連不連駕 好大聲喔 連不連駕 來 給大家聽 但坦白說關卡還好啦 門關起來室內還好 門關起來還好 但是 它忽然發起來你會嚇到 因為你在安靜的狀況太久了 所以忽然發起來你會嚇到 它真的蠻大聲 外面聽蠻大聲 好 旁邊阿一半 當停好要開車門的時候 BSM盲點偵測系統 如果發現後方有車輛 SEA會提供警示 並且連動E-Lake 限制車門開啟的動作 可以大幅降低下車 到後方來車控裝的風險 這考驕照不是有考 兩段式開門 還有下車要看一下 這很正常吧 好啦 三寶恨行 好 不錯的配備 能源流 就是你可以去看它的送電器 現在已經發動了 我發現它在鎖門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 我回家上鎖之後 我下車 有時候是嗶一聲 就鎖起來了 有時候按下去它會 嗶嗶嗶嗶嗶 嗶了五聲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看門都有鎖好 你正常你聽到鎖門 嗶五聲 你是覺得是門沒鎖好 是門沒關好 對不對 是門沒關好 但不是喔 後來我有去問業務 他說這個是 如果你曾經有開過後車門放東西 如果我那一次的下車 我沒有開後門的話 他提醒我說 你是不是後面東西沒拿 只是一開始不知道 你會一直以為自己 沒有鎖好 對 好 大家來坐位置吧 走過 等一下 我看一下你 你這樣開車門把手要不要說 好 你這樣開車門把手要說嗎 欸 不用了 稍微而已 稍微 我手在這邊 其實過來就差不多了 好 還OK 還在你腳邊啦 可能你腳比較短 我的腳會擋住 對啊 好 OK 看後座 好啦 阿呆的168是嗎 168 對 一路發 欸 的後座 好像也不太行 好像也不太行 唉唷 唉唷 喔 真的很小欸 我現在是坐停的 蠻小的喔 而且上面也蠻居住的 一顆 那我去坐 零顆 如果他放鬆就頂到了 好 這個真的就是都會用車啦 載載小朋友 載載 載 載載 小朋友 載載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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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度很小 對 所以進出有困難 對 所以進出有困難 後座開度真的很小喔 而且你看這邊超窄 所以阿這個上車 欸 我要側身上車 你知道嗎 Oh my god 可以坐啦 可以坐啦 如果今天是朋友要帶我去 餐廳吃個飯 勉強做一下 就是局處啦 很擠啦 但是就 你沒辦法啊 朋友就開這個 例如說嘛 要不然怎麼辦 勉強做一下 對啊 還能做啊 只能這樣講啊 只不過你看這邊 是什麼 拉鍊喔 喔 我就拖壓到 不要看這個 哇 又是拉鍊 我之前好像講過很多 欸 沒有地圖袋耶 只有右邊有耶 而且這地圖袋 材質一摸就知道是很便宜的 帆布還是什麼的材質 塑膠布的材質 很會 很會 省錢耶 欸 所以 如果我是比較奧客一點 我想說阿那我沒看到 這裡面的地方 你不知道偷多少東西去啊 就是太會坐車 太知道把錢省在哪裡 還滿討厭的 因為太精明了嘛 會被他弄的感覺 會被他弄的感覺 等一下等一下 媽的不要又說我們是什麼黑什麼黑喔 現在才發現的喔 不要說我們又是黑人家 來 我就問觀眾朋友 我們不講話 阿你看 OK 我什麼都沒講 好 好 後面呢 有兩個Type-C 後面 這個很有質感 來來來 這個跟大家講 真的喔 那個北京車手拜託 我老是在講這個 真的來看一下 這沒有很困難就這樣 這真的很有質感吧 大家這有質感多了吧 對啊 拜託不要再做廁所燈啊 好不好 好 我要下車了 等一下 我的腳 我的鞋子會卡在 你看我的鞋子卡在這 我的鞋子卡在這 我是不是要把鞋子 留在原處 斷尾求生 我現在要走是要把鞋子 脫掉我出來 斷尾求生 腳度要腳一下 而且很怕踢到這個喔 所以以這樣的開度 我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買這台車 你常載人的話 你這邊應該會被踢爆 因為它這個真的太小了 它這個開度 我看50公分而已吧 這開度真的很窄 然後出來以後 它還限制你 只能往這個方向去喔 你懂我意思嗎 你媽如果 但凡站在這邊 你是沒有辦法 直接出來 跟她見面的 你要先轉過來 媽 你才可以再轉回來 類似這樣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媽來迎接你的時候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就出去試一下吧 開起來的感覺 是如何 走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 耶 LBX 拉邦X 我沒說那LB 我就想到LBJ怎麼辦 開了一桶油了 昨天加油了 加了33公升 跑了570公里 除起來應該17點多公里 我看它官方的公佈數據是 28、25、26 25應該最少的應該是高速公路吧 油電車反而高速公路是比較少的 那28應該是市區 所以市區是最頂的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 銀停的那個叫什麼 銀停不要停頻道 哈哈哈哈 它死不改耶 我叫它改銀停頻道 死不改耶 好不好大家去看銀停不要停的頻道 它好像市區測出來油耗蠻驚人的 就一直塞車一直塞車這樣 我忘記它測多少 那蠻驚人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開起來 其實我高速應該可以占到7成 所以我的油耗會差了一點 它這個是1490cc嘛 縱效馬力136匹 扭力是12.2公斤米 扭力其實蠻不大的 我跟你講這台車齁 開起來的狀況真的反應在油耗上面 就是市區啊其實你開起來是真的很輕快 你有時候能感受到幾乎是純電在行駛 那有時候像現在 它是有一點點的引擎的動力在裡面 我們看它這個動力流就知道了 但是它的引擎的輸出是 介入的比例是比較小的 所以其實蠻安靜的 它在市區你看現在停下來 完全就電動車 完全就電動車 完全沒有震動 那我現在輕起步也是電動車 有沒有 那我稍微油門加一下 引擎就進來了 但是它引擎進來並不是一次會讓你感受到那個很大的震動 我覺得這跟之前開油電車開起來的差異性在這邊 感覺它的介入沒有那麼的突兀 但是我跟你講 載車不能重踩油門 它油門一重踩就露線了 這台重踩油門齁 你像在開小鴨一樣 很大聲嗎 你看我要踩喔 踩到底喔 地板有喔 聲音超大 但速度還好 它那個油門一重踩就圓形畢路 我知道了啦 圓形畢路 它就感覺一個男的身體看起來非常的精壯 身材很好 過程都很愉悅 它不能衝刺 你知道這個感覺嗎 衝刺 就圓形畢路了 你知道那意思嗎 所以開這台車呢 就跟這個身材非常精重的男模一樣 你必須要控制頻率控制力道 控制速度你知道嗎 所以油門啊 很習慣性開這個車 我啦 我開到後期其實很少深踩油門 我都能夠盡量的油門踩四分之一 了不起三分之一 我覺得就OK了 因為你真的油門一踩深啊 會有一種醜態進出 圓形畢路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開起來的車 變得忽然變得很沒有質感 整個震動都起來 而且你會覺得腳底會麻 地板會麻 除此之外 我是覺得開起來 我的感受度 這一個禮拜的感受度是還不錯的 比如說在高速呢 我們現在高速現在大概80公里 我只要我油門的深度控制 是在一個比較和緩的狀態 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你看像我現在我只要緩和的才油門 一切都非常美好 震動也很小 隔音也還不錯 就很平順的開 舒服 所以這個車我覺得 可能它的定位 因為它車身的尺寸 很明顯 它的定位其實就很像是買菜車 高級買菜車 的確我一個朋友 家裡經濟狀況還不錯 他知道我買這台車 他就在問 那你之後這台車 測試完要賣 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問一下我老婆要不要 有沒有 就給媽媽帶帶小孩買買東西 開起來又有基本的安全性 又有基本的這個面子 體面 雷克薩斯的 多多少少也是一個高級品牌 與其不論它是手動座椅 至少我們外觀看起來 還是新世代的Lexus 還算體面 那好不好看見仁見智 那至少一看知道是最新型的 好所以你看喔 我們現在即使速度已經來到90公里 我只要我的油門踏板 不升材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它的這個震動啊 引擎的聲音都抑制的非常小 非常的平順 不過說實在 它的風切聲的隔音啊 比起我們上一集 Astra有沒有 雙層玻璃 真的還是差了一些 所以雙層玻璃是真的有差 真的是有差 好那再來一個就是它的定速系統 我也蠻常用的 有車道置中 我覺得它這個是3.0的系統 所以它整個跟起來就是非常的舒服 煞車啊加速等等的都不會有過急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ACC系統 好我們現在時速大概在50左右 我一樣再把它重踩 有沒有 你不管什麼時候 什麼樣的速度 只要你重踩油門 它那隻牛就出來叫給你看了 就是那個粗糙感完全就跑出來了 廉價感就完全體現 好那當然 其實它的動力 只要你不是那種馬路小英雄 每天在那邊看到的人 都想超過人家的那種人 好那基本上 你輕寒著油門 來做使用 那大部分時間還是能體現出它的高級感 30公里踩還是也是這樣 好你不管什麼時速 只要你重踩 它就叫給你聽 就這麼簡單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它這個原廠的1500的引擎 應該是在90匹而已 好再怎麼樣 它的車重有一頓三 90匹要拉一頓三 它一定是叫給你聽的 它這台車有一個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你坐在它室內有沒有 你才發現其實我車蠻大的 我開這台車我曾經到一個 我忘記哪個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停完之後我發現其實這車蠻寬的 它的寬度跟UX差不多 1825mm UX是1840mm 所以幾乎是UX的寬度了 蠻寬的啦 它這個寬你從外面 雖然看起來覺得蠻大的台 可是你進來裡面 好像沒有它外表看起來那麼大 跟賈小獅丁一樣有沒有 拍CK內褲這邊要塞襪子 女孩子也要不是男孩子而已啊 我們講女孩子 用水餃墊 用Nubra是物化女性 所以我們講男生嘛 外表看起來好像很大 結果一進來 欸靠腰 怎麼這樣 它有一種狀況你知道嗎 它KeyPine以後跟沒KeyPine差不多 沒有膨脹比你知道嗎 這一台車的內 坐進來以後 讓我發現它裡面的空間 我想到一個 它就如同什麼你知道嗎 供設比很高的房子 你最近也是買房子耶對不對 晉升有房階級了 供設比這個你應該可以接受吧 全狀 現在都這樣嘛 全狀買四瓶啊對不對 只有室內只有十幾瓶而已 其他的公設 其他的公設 這樣比喻很貼切了吧 外面看起來很大啊 我在買它的時候 蠻霸氣的 因為那天人太多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進去做 那就是有話題 我們就直接處理了有沒有 但實際上車回來 坐進來說 靠怎麼公設比這麼高 那現在呢 我還是沒有把油門踩到底的狀況 我現在了不起是到三分之一 剛剛沿路都大概平均在四分之一左右的油門踏板深度 現在呢 我把它進階到三分之一 所以其實你看它的力道是夠的 好 那它的煞車啊 也是承襲整個 Toyota跟Lessus的一個感覺 就是它不是非常的犀利的 但是它 是稍微比較線性的感覺 但是坦白說 因為我們是稍微比較 速度偏高在行駛 所以你就會聽到這個聲音 這個如果阿呆回家 開回家 可能每天它都是這樣 整路都是這樣叫 再來一個它的底盤 我覺得底盤的設定 坦白說是沒有什麼運動氣息 但是除了舒服以外 我覺得操控上面也不會覺得太差 那算是可以兼顧到開車的體驗 跟乘坐的舒適 也不會有多餘的晃動 那椅子就是完全是沒有包覆性的 這就沒有什麼皮 這沒什麼好講的 真的就是Toyota Plus 看一下倒車的影像如何 Lessus的影像會不會 OK 蠻清楚的 倒車影像 蠻好 而且螢幕大的 螢幕是蠻大的 剛剛那是電機的聲音喔 喔對 我跟你講 這個你提醒我 它倒車那個聲音有沒有 那個喔喔喔喔那個聲音啊 好大聲 你知道我覺得很像什麼嗎 很像我去義大利的那個教堂裡面 他們就會放很小聲的那種聖歌 你知道嗎 我每天回家都覺得我要聽聖歌 我在給你們聽一次喔 那個聲音很屌 真的很像教堂裡面聖歌 我去義大利有去教堂 也很像 有嗎?很像齁 超像聖歌的 欸有些人覺得很討厭 我是覺得蠻好聽的欸 我是覺得蠻大聲的 我覺得蠻 你把它想像成教堂的聖歌 你心靈就會變平靜 我上次不是講那個化妝歌 偽妝歌 對啊 有沒有 我上次看到一個新的欸 也是藝人的 如果頭很圓怎麼講 形容一個人頭很圓 頭很圓啊 藝人的名字嗎 藝人的名字 很屌 陶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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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都會笑死 我繼偉中歌之後 聽到第二個好笑的 陶晶瑩 我看到她的 頭真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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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這笑漂亮你知道嗎 喔 笑得老婆 看到以前人家那個線上遊戲在取名字啦 夢醒淑芬 縮婚啊你知道嗎 激素偶數的那個偶數成蕾 哈哈哈哈哈哈 偶數成蕾 總結一下 這個車在市區真的是非常好開 這也讓我看到某種異議的等級上的差異 因為原本我覺得 我說他們坐車很厲害就是很精明 我真的覺得Toyota Lexus 他們在車款的設計上 客群的設計上面 我覺得是蠻精明的 就是很明顯的它把這個車的設定落在一個 例如說家裡有點錢買給小孩 例如說我剛剛講的給老婆 在小朋友購物用 我覺得它的設定就是很明顯就在這邊 或者是說小資主 有一點點的存款 有一點點的經濟實力 稍微想要開高級車又不想要太過於高調 然後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在煩惱妥善率 煩惱保修上面 那它很容易去選定這個品牌 所以那車車的牌子呢 剛剛好又有一個最小的尺碼 Lessus當中的Yaris 你看這樣很貼切了嘛 再來第二個 油電車我一直第N次講 油電車我本來就認為是在電動車跟汽油車裡面 一個非常好的平衡點 差別這個不能插電 那當然這個系統已經夠純熟了 非常的成熟了 所以這個油電OK 待久不沒有問題 你看我其實在市區 油門只要不踩深很安靜 開起來行雲流水 質感很好 底盤的反貴也非常有質感 很棒啊 身為代步車來講 所以它族群鎖定的非常明顯 其實也是賣爆了啊 我們那時候定是前幾台嘛 我們想說怎麼那麼快交車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因為你們真的是前幾名訂 我們真的是前幾名 我當中有一個尷尬的問題 當初我是抱著136萬的心情訂這台車的 那之後呢 它調降了3萬 因為那時候酷的版本是146 我們這個是136 在車展的時候 貴了10萬 所以我是抱著136跟146的那個心情 我買了這個車子 訂了這個車子 結果後來我收到消息 說它出來我們的136不是136 是133 那我就問他了 我說那酷呢 他說酷就變143 當然還是差10萬對不對 但是在我來講喔 你想想看喔 我當初是抱著136買這些配備 現在對我來講 上一個不是146是143了 對我來講 我的體感 我其實覺得沒有差10萬 我的體感只有覺得差7萬 差7萬 所以我那時候跟大家討論 差7萬多那麼多配備 我是不是應該要換酷的版本 原本是差10萬我覺得 我就不考慮了 結果我的體感變成差7萬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猶豫了 結果後來我跟阿呆討論 討論以後就是 如果 我那時候有問我們的業務 他說如果我們在這個版本不換 我們過年前就可以交車 那如果我們要換酷的版本 可能就要再等 然後我想說 它就過完年了 我們這個對不對 搶在所有車評前面 要先上片對不對 賭錯了 賭錯了 我跟阿呆說賭了啦 好啦不換 結果過年前我就看到 所有的車評都上片 阿好吧 整個 整局就讀書了 這是我們買這台車的一個 心路歷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定會有很多留言 差幾萬就去買什麼 應該買那個版本比較划算 那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認真講 如果我是一個代步的心態的話 其實這些配備對我來講是身外之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台車我已經試完對不對 我接下來要試湯S 所以你要理解配備是身外之物啊 所以對我來講呢 我覺得價錢啊 反正我們買133 我們到最後這個車 測試完畢賣出來 也一定不會超過130萬嘛 對啊 那這個價錢我覺得相對就有競爭力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的老客人已經有三組在等了 所以也許我還來不及上架官網 我就在老客人三個就買掉 也有可能啊 我不知道 他講是講 他會不會Q我就不曉得 那今天呢就是這台雷克薩斯的LBX Active Plus版本 小思在車展所購買的第二台新車開箱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老思推車下次見 Peace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Sense 窗戶搖下來會不會更大聲 我們去前面錄著哈蓮霧瑙的聲音 你開快他還會唱得更高耶 慢一點就好 慢一點就好叫他們 比較神聖 嗯 比較神聖 為什麼前進就沒有 奇怪 對 故意的吧 是不是故意的 讓後面聽到的出來 是...是這樣子的嗎 喔 大聲喔 喔 來這邊就大聲 因為那邊反射 有沒有 你現在就沒有了 剛剛這邊好大聲 應該是 好好聽 很莊嚴 你是勒 OK 好 你幹嘛那什麼時候 哈哈哈 哈哈哈哈